我 这么多年来 董事长向来很健康 血压控制得也很好 没想到这一病 居然这么重 妈 爷爷不会有事吧 你 医生 医生 我父亲的情况怎么样 白先生 白老先生的病情恶化迅速 我们已经尽了全力 但情况很不乐观 你们做家属的要有犀利准备啊 白老先生现在还有异事 你们可以进去看看他 好 谢谢医生 好 谢谢 那我们进去吧 爷爷 红莹啊 爷爷 我在这儿 爷爷真想你 真想看你 原来你才是我孙女啊 爷爷 可惜啊 爷爷已经没有时间 跟你好好相处了 爷爷 你别这么说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你别骗我 我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数 爷爷 爸 爸 孙女啊 我很欣赏你的天分 爷爷非常欣赏你的才华 但是 你一直对你那么严厉 你不生爷爷的气吧 没有 一点都没有 我知道爷爷是为了我好 希望我成才 所以才会这样 那 那就好 乖 乖啊 孩子 你可要好好的 要努力 要成才 雨天 爸 爸 你把你们两个手握在一起 我 我 使劲我 这就是白狐的未来 在我一起 再使劲 要让我们白狐 永远屹立不倒 爸 你要快点好起来 你要看着我 怎么带领白狐 永和 永和 爸 我谢谢你 给我们白家 生了这么好的一个孙女 是 是 是 当年 我坚持要拆散你们 说你配不上我们白家 我错了 对不起啊 爸 事情都过去了 我早就不去想当年的事情了 最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一家人能够在一起 应该高兴啊 高兴 我太高兴了 爷爷 你救医生 没事 不用了 你没事 大军 董事长 你从那么小就跟着我 现在成了一个大老爷们了 董事长 您不能有事 我还得给您开车呢 不用 我不用 我给你准备了点钱 好让你在城里卖套房子 把家人接来 好好地过日子啊 董事长 那谁给您开车 您不能不要我 董事长 我现在只想好好地休息啊 我想好好休息 我这辈子爬上过高山 也跌倒过谷底 我现在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静静地躺在这里 看着我的家人 看着我的家人 钟灵啊 你们就别怪罪贪了啊 爸 您让我撑下去 您不是说过 您有设计的天分吗 他给您携手 爷爷 你一定会 创造出了不起的作品吧 您不想挑战吗 我这一辈子 最好的作品 就是你 爸 董事长 爷爷 爷爷 董事长 爷爷 我们没来得及好好笑着你 爷爷